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好多謝大家有按進來 然後又見到我了 那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這個一月最愛的 順便和大家先拜個年 總之其實心想事成是最棒的 因為你心想什麼就可以達成 那我這些這麼貪心的人 就祝大家心想事成 就好像不如願望都成了 最近呢 就冷了很多 終於有些冬天的感覺 而且天氣都乾了很多 但有時候如果塗的東西不夠保濕 都會有少少脫皮的狀況 尤其是青年黑頭 用暴力對待完的鼻子 如果大家是很乾肌的話 那這些天氣應該真的很難頂 塗很多東西都覺得是不夠滋潤的 我覺得可以試一下麵油 麵油我真的不是說試過很多牌子 我之前就在用Clarence 其實之前有說過去年好像 那我就用完那支東西了 所以我現在就在試這個 Canvas的Argan Oil 通常我就擠兩至三滴 在手掌上 然後呢 再擠一些神鮮水 就在手心裡混在一起 然後就塗在臉上 然後就照常塗其他的護膚品 是非常解決到這個凸皮 和嚴重缺水乾肌的問題 有時候冬天那麼乾 你洗澡熱水涼洗完臉 出來 總是有點漫漫緊的 用完這個呢 立刻皮膚是軟了很多 而且立刻拍下去的時候是很舒服的 這個卸妝油呢 應該是我人生用過這麼多卸妝油 最最最喜歡的一支 我想是沒有人可以取代他的一支卸妝油 所以呢 之前我說過的Franco和Bobbi Brown 對不起了 這個真是很屈膩 有什麼特別呢 都是卸妝油 之前我用其他品牌的卸妝油 其實就覺得 洗完之後感覺上很乾淨 那就OK了 那最重要是它是不濕毛孔 還有用完沒有包瘡 首先呢 它的味道是非常舒服 那有時候出完整天 然後回到家 你用這個卸妝油 我覺得那股味道是很放鬆的 這支東西其實我已經用完了 我用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已經真的開始看到我皮膚 慢慢有一個改善 洗得很乾淨 我簡直覺得它會幫我皮膚去掉角質 直接是亮窄了 沒有那麼暗 而且是少了很多額頭的一些暗粒 因為有時候額頭的暗粒 可能你洗臉清潔不乾淨 然後油塞住 就會形成暗粒 而且這支卸妝油 過水是非常非常容易過 我... 這輩子之中 so far 用過一支最好的卸妝油 要說這句話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可惜 我已經用完了 用完剛剛TASHA的卸妝油 剛剛出的Mura 就寄了這個cleansing balm給我 我沒有試過用這些 高狀的卸妝產品 所以我就試一下 其實我已經用了一大半了 so far其實都覺得是OK的 這個卸妝也很乾淨 而且它的質地真的很適合季節用 上面也是比較滋潤 所以就不會怕乾 其實這兩個卸妝產品都不錯 其實這個是好用的 但如果我們說最最最最好用 真的是這個TASHA 在我身上 因為我真的不能保證 所有產品在你們身上都會同一個效果 但在我身上我真的看到 皮膚用完之後是乾淨 而且暗粒真的少了 最近就試了這個 shubaki 頭皮狐狸深層潔淨洗髮露 它是一個深層潔淨的洗髮露 重新讀過它的名字一次 它就是一個星期用一次 如果你的頭皮很容易長瘡瘡 經常會用Hairspray 還有有些護髮產品 它會有些silicon 都很容易塞毛孔 這個我用完之後 即是你十隻手指插上頭皮 嘩 覺得很爽 乾爽的狀態 是可以耐久很多 好了 以下我會和大家分享的是一個 非賣品 而且我用的有點噁心 又嵌嵌 是什麼來的呢 這個膠盒是自己的 給大家看看裡面 哈哈哈哈 有一隻我平常用來吃東西的牙齒筋 那這個呢 就是我自己DIY的Body Scrub 是超級無敵 超級無敵 超級無敵好用 也是非常容易做的 我是用了椰子油 其實很多地方都可以買椰子油 可能是超市場 或者是有些買那些 有機 天然的店舖 很多都會有一罐罐的椰子油買的 Brown Sugar 你可以用砂糖 但我自己覺得Brown Sugar 會比較潤 另外還有少許蜜糖 蘑菇 蒸油 這個是選擇的 即是附個味道 還有少許橄欖油 我是懷疑我的腳 長得出來 是有少許K型的 基本上我穿什麼鞋 都會刮腳的 即是皮鞋 波鞋 所有鞋都會刮腳 基本上我整腳都是拉的 我天天很忙 在貼膠布 磨砂是非常重要的 加上我自己一向都有 綿腳毛 我還記得上年 我沒有乖乖地塗身體 懶惰 我又剃完腳毛 加上天氣乾 嘩 乾到皮膚敏感 毛狼發炎 最後要去看皮膚科醫生 然後很癢 我想起都害怕 那這個呢 用完呢 嘩 我保證 用完之後呢 你的身體是超級無敵滑 超滑 大滑 好像baby skin 其實哪個女生想自己的身體 好像蛇皮一樣 然後起了格 即是你自己摸上去都好像不開心 那如果你是極度乾肌的人 真的飽了刷的 洗完澡 洗完膩 過了水之後呢 就用這個 拿一瓶 然後全身在搓 洗完之後呢 就沖水了 沖完水之後呢 其實你會感覺到你整身 嘩 都油軟軟的 好像全身有一層油包著 那你可能會覺得很恐怖 超油 沖完澡出來 然後用毛巾吸水 然後你把面上的油 即是用手輕輕地按摩 那其實它很快就會吸收 如果你的皮膚不是特別乾的話 那你可以是用沐浴露 洗洗洗 不要沖浴露 留泡在身上 然後再用這個 Body Scrub 連沐浴露一起沖 那出來的效果就會不會太油膩 那說真的 如果你出去買一瓶身體磨砂 都要三四百塊 最少 但是這個是DIY 夠潤 還有成分又天然 然後是很滑很滑很滑 真的非常棒 MAKE UP FOR EVER HD HIGH DEFINITION PRESS POWDER 其實不知為何我讀得這麼突然 這個呢 其實就不知為何會買 其實家裡也有很多粉 說真的 那我之前和阿嫂走開街 那她就說 我想找一個粉去設定我的粉 看到她買得這麼開心 那我們就 每人買了一個 我覺得我現在的生命 是不可以沒有了這件事 如果大家看我平日的化妝片 應該都會知道 我很喜歡用一些透明 沒有顏色的粉去定妝 最常用的呢 應該是這個 Tarte的Smooth Operator Powder 也是粉超級我們優勢 MAKE UP FOR EVER 這個呢 基本上是一個Tarte 裡面的粉 壓了成一個compact 碎粉呢 其實多數都是在家裡用 那你有時候倒來倒去 灑到四處都是 其實都很麻煩的 如果真的要我二選一 其實我真的覺得這個會好一點 你一上了 那一口毛孔呢 是 這樣 很近看你的皮膚 都是覺得很優勢 接著呢 我就有這盒 Urban Decay Gwen Stefani Palette 它的樣子是不是很漂亮呢 那 Urban Decay Eyeshadow 我一向都非常非常喜歡的 讓我打開給大家看看 啊 對 我也知道的了 可能大家會覺得 又是那些顏色 來來去看 那些大地色 對於我來說 大地色的眼影 我是不會嫌多的 我覺得就算是一隻啡色 也有很多不同的啡色 有深淺 有帶黃啊 帶綠啊 帶橙啊 帶橙啊 實在有太多種不同的啡色 其實頭那兩行呢 它有一些 就是帶橙啊 帶珠光的眼影 啊 很漂亮 我一塊這個妝 也是用這個palette 那我就覺得它的啡色 就不會太過沐通 那譬如我覺得 Naked Too的 裡面的顏色 主要都是 偏冷色系 說真的 真的比較適合鬼妹用的 但是這個呢 亞洲人皮膚 或者你是白人 其實都可以carry到的那些顏色 是超級無敵實用的 那你要我唯一挑剔它 就是 可能它比較重 我就可能未必帶它去旅行啊 但是 這個是我這個唇膏怪 人生第一支 Shiseido Makiage的唇膏 身邊很多朋友試完都覺得很棒 我自己真的喜歡一些很潤 然後 上了嘴比較有光澤的唇膏 我不是很喜歡啞色 而且出來是超級無敵實色的 你如果嘴比較乾 沒有用潤唇膏打底 它也是夠潤的 那我買的時候 那個BA姐姐有跟我說 我忘記了 不要忘記了 類似是那些玫瑰果油的精華 成份的東西 有時候我也不太懂 但是 它真的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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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你看不看 是光澤的 那些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CleyDepot的唇膏 這個唇膏 也是我非常喜歡的 之前可能沒有跟大家說 其實它們兩個顏色是有點像的 這個唇膏也是非常棒 其實一塗上去 已經沒有唇紋 而且是非常潤的 這個Makiage 價錢便宜一些 但其實做到的效果 基本上是拍得著CleyDepot 好了 那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了 非常多謝大家 現在按進來收睇 我會很快見到你們 拜拜